溫泉池裡泥漿狂噴 跟瘋了一樣泉水大爆發 個人燙污浴缸裡面四個大洞狂湧 噴超大力 詭異炸開 客人傻眼有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還是溫泉池昨晚也有偷喝酒呢 好險走一步先爬出來不然就嗨了 噴成這樣網友驚呆 這下真的燙燙呼嚕呼嚕 為什麼你的溫泉看起來比較好玩 這表示假槓的啊 火山要爆發了嗎 你給它喝酒了喔 這能泡嗎 不要抽菸不然你就有水火同源了 有泳泉這叫做按摩浴缸 促進水域循環比較快 它的泳泉比較有壓力 不能刺激我們的經絡 就是在台南關子嶺的泥漿溫泉 泉水炸成這樣 其實因為它是按摩浴缸被大搞烏龍 它這個比較濃 所以它有泥漿 溫泉泉流在水果底 可以放到國民 泉水混合泥水 加上按摩浴缸發力被污灰塵 火山噴發 歪樓歪到天邊也讓人苦笑不得 繼續萊冠章 我們是九一等你來加一 實際受節目第一季由九一一號召 澎湖再生社區任務圓滿成功 成就跟感動都還記憶猶新 第二季任務再次降臨 除了歡樂美食派對外 還有最High的浪花音樂季 全新題材一樣由九一一領軍 搭配主持新天后 露露黃鹿子英 鄉民女神林莎 一型人在台南漁光島 經營海派市集 有很多好吃好喝好玩的 我還在適應他們三個的節奏 所以 我們剛剛不是討論的 這是芭果啊 市集打造 從策劃 胎美招商 原料採集 客人招攬等 樣樣都要自己來 這些工作已經讓主持群傷腦筋 過程中還碰上台風角局 小孩走失狀況連連 主持群間的有趣互動 也讓他們邊叫苦邊大笑 這些市集辦在那裡 讓年輕人願意來 還是我覺得我們這次很重要的一個使命 順便八方的客人朝聖市集 節目中也邀請多名大排來賓 活絡氣氛 每集都會呈現不同主題跟挑戰 就是想讓觀眾看見 煥人一新的漁光島 記者 妳是剛台北西方報導 自助餐店 蔬菜肉類 擺滿桌 卻有學生夾到這盒 超貴便當 菜色只有幾根空心菜 幾片豆干 一塊雞腿排 菜都沒夾滿 居然要一百九十元 家長氣詐說讓小孩自己去買晚餐 說這個便當要一百九十元 看到菜色真的差點暈倒 越想越氣 回去店家問店員算完說 大概九十元 可能當時忙算錯了 找錯錢有退一百塊 算錯的賬都是難免的 網友傻眼這樣的菜量 就算是九十塊也是很貴耶 有可能是看他好欺負喔 我買都算很便宜 這家本來就亂算就是欺負小孩 怎麼可以把責任推給小孩子呢 是搶錢吧 黑店耶 實際上門詢問店家 原本跟家長說算錯錢 這次改口稱是學生自己拿錯 多給了一百元 一副留神被收錯錢 沒加什麼卻要一百九十塊 花兩倍價錢買便當找錯錢 還賴給孩子太老實 難怪被誤會專坑小孩錢 記者的賴冠章 台南報導 今年五十九歲的玉女掌門人 方文玲以飛鷹三叔走紅 熱愛跑步和空中瑜伽的她 形象總是健康強壯 但二十五號卻在臉書自爆 罹患食道癌齡 收上貼滿點滴管線 方文玲坦言 這幾年來她都在睡前 喝一小杯五十八度高樑 平常也超愛喝熱湯 但醫師指出 高濃度的酒精容易造成食道損傷 修復過程中 比較可能會產生癌化現象 喝熱湯則簡易溫度四十度以下再喝 方文玲在全身健康檢查時 被醫生發現 癌症標誌物指數異常升高 標到九點八 經過一系列的檢查 確認食道癌癌前病變 幸好發現的早不用化療 經過五小時手術 方文玲一度吞咽困難 疼痛不已 零期大多不太會有什麼症狀 吞咽困難 胸痛 通常到這種至少都一二期 零期的話 癌症指標甚至也不一定會偏高 抓到其實算是運氣好 另外一個就是內視鏡 九月十號方文玲才發文透露 將會二零一五年發現離癌之後 她曾經抱著二姐痛哭 沒想到如今自己也離癌 幻生將會來探望她 方文玲跟校說 這可愛的阿姐帶了一大盒保濕面膜 還說病房冷氣很強 皮膚要顧好 幸好說後兩個月回診 方文玲已經康復 不過高風險飲食習慣實在痛不得 記者余生行操我本來台北報道